上的课程是一个Sale的五大函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五大函数的一些应用 还有一些不同的小技巧 函数的小技巧 同能做比四成绩的计算 比四成绩的计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比四成绩的计算 我们可以透过由右上角的Sigma 右上角的Sigma 来去倒三角形点入 那么你会看到加种的部分 那么我们请同学点入加种 点入加种之后 它会带入一个函数进来 这个函数叫做SUM 那么SUM的部分呢 有一个D3冒号G3 那么D3的部分是指这个储存格 D3这个储存格 它是指头的储存格 然后呢G3的位置是指尾部的储存格 中间的冒号部分是指说这是一个连续的储存格 所以我要连续把这四个储存格做加种起来的时候 就是D3到G3的部分 那如果这个范围我需要做改变 你可以有两种方式 E就是直接打 比如说我打E3 那它就会直接帮我做E3的这个范围改变 那如果说我要是使用它这边的框框 蓝色的框框 它四个角落边都有端点 也可以用这些端点 做箭头部分的拖曳 做箭头部分的拖曳 那么就可以做一个勾选的部分 这样就会进入我们的函数成绩了 好 那同样的成绩的部分呢 我要做一模一样的拷贝公式 到最后一个真小花同学 好 我利用我的黑色十字架 把油标放到我的储存格的右下角 会变成黑色十字架 快点两下 这同样的公式就会一并带入到下面 好 我们来看看笔色等级 我们要先来计算 可是老师这个我又觉得 有点这个白白的 就是很没有什么花样 我们先下一点花样好了 来 我们把这四个考科 来做一个设定 来 我们来看到这一个考 这一个范围选定之后呢 我们来看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设定格式化的条件呢 点入之后 我们来新增一个新的规则 新的规则呢 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其值 什么值 这边的数值 格式化所有的储存格 好 我们来看一下格式的一个样式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图示集 图示集点入之后呢 我们来看到图示的样式 我们来选择的是四个箭头 四个箭头 那既然它是值 所以我们把类型改成数值 改成数值 值 数值 那么值要怎么设定 因为一百分有四个箭头 我就分别把它各除以四 去把它弄出来 设定出来 那么看看各位同学都想要怎么去设定它的数值 我们这个则一个参考的部分 来做一个确定 好 这时候我们每一个分数都各有它 应该是网上绿色的箭头的设定 还是网组网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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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j 考慮 具力这儿 在多迷茗犯之后 还有 theft